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1世纪流行吃素 素食环保叫地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十岁 皮膚干燥一样 还有长了毛囊 毛囊种 种大 毛囊种 一粒一粒很像土豆 像黄豆那么大 哎呀 可能是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的问题 如果不是施针 可能要新陈代谢 糖类啊 糖类代谢不出去啊 营养师啊 营养师啊 皮肤 皮肤欠缺营养片 欠缺维他命B群啊B群 或者是矿物质 矿物质 做调整 皮肤太干燥 洗澡后要抹那个润乎乳液 你就叫他卖炒也卖呢 五六十块六七十块润乎乳液 抹一抹比较不会干药 二十一世纪圣像素食完爆旧地球 素食品替代鱼肉类 替代鱼肉蛋 有的连蛋连奶类都不吃 体质 体质不好 食症 食症了 哇 有九大粒食品 可能会引起 可能会对食症患者不好 海鲜类很甜 新陈代谢失调的话 那个很甜的 很甜的不要吃啊 也据说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 之前的也有因不烧痒 因不烧痒 下因不烧痒 糖混糖混 新陈代谢乱掉了 为什么糖尿病有人说说 胰岛素啊 胰岛素处理水烫的 胰岛素不足 中医的说法就是那个器官的肌脑衰肉 胃部的肌脑衰肉 长口渴所以会 会喝的多 胃的功能衰肉是肠肌饿 肠肌饿会吃的多 胃的功能衰肉 胃的功能衰肉 喝的多尿的多 吃的多 吃的多 吃的多胃后 胃功能衰弱造成 胃功能衰弱 肌脑衰退 喝的多 胃的 胃跟大肠 相表里的 胃跟肖肠相表里的 胃跟肖肠相表里的 吃的多 吃的多就是胃 胃和胃 胃部 呼吸空气那个胃 胃部的功能衰弱 尿的多 肾脏的功能衰弱 肝脑衰弱 肝脑衰弱 造成了 糖尿病 新陳代謝 会出问题 要硰弱 有的 连老皮肤就干燥 有的 有的会失症 失症你要 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 那个什么东西啊 牛奶类 蛋类 小麦类 海鲜类 核桃类 杏仁类 有那么多种 煎过了 怎么会有那么多种 豆类你看 那个红豆 哎呀 豆类制品 还有很多 咧 那这样怎么可以呢 减少就好了 不要全部烘烧 食素的应该会比较健康啊 不要吃海鲜 不要吃海鲜啊 不要吃太油腻啊 不要吃太甜的啊 蜜贱那个不要吃了 不要吃太甜的 东西要注意那个卫生啊 不要吃花美的啦 不要吃太干燥的啦 不要吃太油腻 不要吃太重味的啦 不要吃刺激的啦 辛辣的刺激的 对啦 小麦 有的对小麦会过敏啊 有的对奶烈会过敏啊 有的对蛋类 有的对海鲜会过敏啊 对皮肤好要补充 VC的营养啊 吃素健康是夹多那啥 夹多那啥 夹多那啥 也不能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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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汤 也不能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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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太特殊了 中央之道 中央之道